好 剛剛我們在討論 這個徐春瑩的部分 如果說他真的沒有放棄 中國國籍的話 因為現在民眾黨的人 也自己跟媒體說 因為他沒有辦法申請放棄 那這樣到時候要是進入到 我們臺灣的國會 該怎麼辦 這個先請教一下博弈 博弈林剛那是做理不也是尊 像王定宇講的 你們立委在就職宣誓的時候 誓詞是要寫這個 課尊憲法效忠國家代表人民 那效忠的這個國家 如果徐春瑩真的順利進到立法院的話 他效忠的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這會有很大的問題 博弈 太可怕了 中華民國的法律 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國籍的 那所以說如果徐春瑩 他號稱他已經放棄了他的 他放棄了戶籍跟護照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檔案裡 這個徐春瑩 他們這個公民也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這是太可怕了 這無法想像 別忘了我剛剛的邏輯就是柯文哲 跟侯友宜 柯文哲跟國民黨正在進行一場 誰不是壞人的初選 那這場初選裡面 柯文哲他想要爭取的 也包含極度深藍這一塊 也包含這個可能陸配陸配眷屬這一塊 想要搶走那一塊的票 所以柯文哲提出這個徐春瑩 其實他也是有算計的 國民黨當初提吳思懷的時候 也是扛住壓力 柯文哲也有可能扛住壓力 最後還是提了這個徐春瑩 有何不可能呢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徐春瑩他真的 柯文哲還是提名他了 我不要放他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吳思懷也是忍到第四年才進國防外交委員會 最後還是讓他去 最後進去 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代表作 就是他在上個禮拜說 你們國防部如果再去外面亂放話 我就要凍結你們的預算 欸 委員 所有的小組在刪減預算的過程 都是公開電視直播的 不是他們出去亂放話 所以讓人家印象非常深刻 不管你在哪一個委員會 最後你進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你會做的就是這個事情 柯文哲說可以先到內政委員會啊 觀眾朋友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二零一九年 我擔任劉士芳的競選總幹事的時候 我發現中國國民黨提了一個提案 剛剛冠廷很精準的用字 就是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針對大陸地區 以及臺灣地區的這個關係 他國民黨的當時的提案 是要放寬大陸地區來臺人士眷屬 居住年限 居住年限超過六個月以後 依照臺灣的健保法 他就可以依法使用健保 也就是說 他要開放很多中國眷屬 來臺灣使用健保 我這我這個話一講出來 馬上就被黃昭順委員提告 所以我意圖使他不當選 這個我早上也講過 後來在二零二零年的六月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給我李柏毅不起訴處分 在二零二零年的八月 我們高等法院再次確認 我不起訴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也去研究說 如果你這個條例 讓他通過了之後 那未來陸委會要負責審核 所有的眷屬來臺 你如果送劍一萬劍 我一萬劍都給你駁回的話 我變成沒有比例原則 但是如果送一萬劍進來 通過九千劍 臺灣的健保受得了嗎 所以這個徐春英 他如果真的可以進入 中華民國立法院 擔任立法委員 剛剛管您講 不管是在哪一個委員會 我舉內政委員會來講好了 修改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健保的黑洞 這很大的影響 那請問柯文哲還敢繼續提他嗎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敢 因為現在是他們這個另類的 這個民調的競選期間 不管是在初選還是大選 他都希望可以在初選期間 就可以用民調來贏過侯友宜 那萬一真的沒有核的話 我也要在大選期間 拿到你深藍的票 這個柯文哲真的會這樣打死不退 硬要提名到底嗎 民憂怎麼樣看喔 因為難道就像柯文哲講 不去國防外交委員會就沒問題了嗎 去內政 去慰還 這樣就可以嗎 今天潘孟安特別提醒大家 大家這個真的要清楚知道 立委就算不在外交跟國防委員會 你還是可以去查看機密文件 你如果有心也是可以看 所以潘孟安說 呼籲柯文哲不要再偷換概念 不要矇騙社會 我覺得像題不分區 其實像民進黨的話就各界舉證 然後舉證出來之後 再看他的屬性是什麼 譬如說泛妍女性代表 羅美玲是外籍配偶的代表 所以民進黨想法是這樣 可是這一次柯文哲放出徐春櫻 我先講他這個人真的很不負責任 不要什麼事情都拿出來說媒體提問 給媒體檢驗 檢驗到最後 我覺得博議員講得很好 你看吳施懷還是應來 應來之後四年之後 再去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也可以 而且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很大因素在內政委員會也可以去審 所以今天徐春櫻他放進來 我個人覺得就等於把中共的手 直接就放進來嘛 所以不免讓人好奇 為什麼柯文哲的民眾黨 這麼不care這件事情 這反而是我最好奇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徐春櫻他的代表性太充足了 你各位注意看今天激進黨 他出來把那個文章放出來 說我更嚇到 為什麼 他是這個中共的樣板 這二零一九年他講過什麼樣的話 這是中共的樣板 既然激進黨把他放出來 所以徐春櫻你看 他在中共可以這樣講說 未來在祖國統一之後怎麼樣 那民眾黨你不care 所以今天要回應社會 不是說你給社會 媒體公審 如果媒體公審 我今天在這裡罵你 為什麼還不把他撤掉 為什麼不要把他說 我絕對不用他 他不怕 對 所以今天很危險 也是在這裡 我要再回應一件事情 不管是劉四方委員 王定宇委員 他們說到立法院去就職的時候 就要去簽訂一個切結書 我知道這個過去李清安的案子 所以下來之後 大家都簽這個切結書 我要先跟各位呼籲一件事情 哪怕現在修法 中共的戶籍資料 你調得到嗎 國籍資料你調得到嗎 你調不到的 你調不到的 所以不知道他講的真的還假的 所以哪怕他簽署放棄 依照中共現在的做法 他讓他放棄的了嗎 而且他的爭議性太大了 我們既然沒有人可以去調查 他的背景國籍 你看之前傳出說 他可能是中共的高竿 有配車 有什麼樣的大前提之下 他通通都否認 對 通通否認 所以這樣的人 未來在臺灣推動什麼 所以我真的要問一下民眾黨 現在越南籍的配偶 其實比陸籍配偶還多 比中國的配偶還多 中配應該還是多一些 那你要不要提一下說 乾脆你幾個不分區 就這樣訂好了 既然陸籍有代表了 那越籍也來個代表 菲籍也來個代表 印尼籍也來個代表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 很不負責任的政黨 未來如果他跟國民黨合作 你國民黨要不要拿許春英 我們既然要合作 許春英以前是國民黨的人 你要不要合作 所以未來要不要合作 那國民黨說 不可以 過去我們的 我們就是覺得他的背景 比無私外更恐怖 所以我們沒有 但是 現在民眾黨還比較抗 他打著什麼口號呢 我這個藍綠都是垃圾 然後我這個民眾黨聽民意 所以許春英可能就是民意 所以大家都社會中媒體 這樣過度檢驗他 所以我還是要繼續提他 這是柯文哲的做法 他絕對不會告訴你說 背後就是中共那隻手 人都說這是海選計畫 對 就海選嘛 怎麼海選機制呢 怎麼樣產生的呢 那為什麼是許春英呢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 海選就是很多的 這個陸籍配偶 然後去投票出來的 或者是很多陸籍配偶 我們徵詢應見 大家就推薦他嘛 那不就更扯了 所以柯文哲的海選 永遠你看不到辦法 柯文哲的海選結果 就是說你還要接受媒體檢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國民黨未來跟民眾黨合作 侯友宜不在選票上 那就是我們海選的結果 侯友宜不行啊 所以未來大家責任都推給國民黨 所以你看民眾黨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責任他都不敢攔下來 我問你一個國家的總統好選人 他拿一個部分 政黨拿一個部分 他不敢背輸 全世界有這種道理嗎 賴清德可以說 以後這個不分區我都不背輸 民主大聯盟 我都不背輸 他可以這樣子嗎 不行嘛 這就是一個政黨政治 你就是要負完全責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的方式是什麼 為什麼受到年輕人歡迎 他就是不負責任 大家覺得好棒棒 你看我完全不沾邊 不負責任 而且民友真的要特別跟觀眾朋友說 其實我們是很歡迎中國級的配偶 當然 為什麼今天特別挑徐春春出來講 那是因為他的背景嗎 沒錯 因為大家 我先問各位 他有誠實的交代他的背景嗎 他沒有誠實交代過他的背景 而且在過去 不管在臺灣或在中國 他的統戰背景是非常明顯 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人 你看每個政黨把他壓出來 歷歷在目 那柯文哲為什麼你完全不去考慮這一些呢 你背後什麼壓力 你告訴我們好了 是不是中國給你的壓力 是不是中國硬塞你一個人 還是就像溫森大哥講的 哦 你以為就要負款 負款真的是中國級配偶的負款而已 背後有沒有中國的因素 什麼台商因素 是不是很多跟中國有關係的因素 等等等 你不敢講 所以就推出去了 所以國民黨要小心 你不要忘記過去被共產黨賣 現在也有可能 未來會被共產黨賣 柯文哲下一這大盤棋 為的到底是什麼 圖的是什麼 韋傑議員 其實像昨天 這個詹維元來我們節目 他就有講 他說他大膽喻言 徐春英最後也不會排進民眾黨的 不分區名單裡面 他說柯文哲虛晃一招 柯文哲一定會提另外一個人 他為的就是要炒作這個話題 讓他怎麼樣 得到許多忠配的支持 這就是柯文哲的政治目的跟利益 那如果柯文哲得到很多忠配的支持 誰影響最大 你們侯友宜影響最大 本來這個忠配的票員 可能都灌在國民黨這邊的 現在可能整晚會跑掉 議員 當然我想維元 他這樣的一個預測 一定有他的一個基礎的 那個利潤的一個根據 但我也覺得說 或許也是不排除 我想不管現在哪個政黨 都是希望把自己的這個選票 極大化 你們還是在那邊藍白盒 我們還是自己在鞏固基本盤 所以我覺得 不管他今天提名這個徐春瑩 他的背景是怎樣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 我認為還是必須要這個誠實來面對的 就是我覺得應該分成兩個層次 就是說第一個 從國家安全的層次提名他 到底是誠如剛剛各位所講的 會對整個台灣 或是對整個中華民國造成國安的危機跟影響 我認為這個是民眾黨 他必須要去審慎考量的 當然我也認為說真的 現在的執政黨也可以好好去考量這個人 我想他可以規劃 可以什麼都有經過一定的程序的一個 一個一個考核 那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想執政黨也可以說清楚 講明白 也很清楚他的背景 國民黨那時候就會提他進步分序 因為我們常常長期被貼上 輕忠舔公的這個標籤 所以當時國民黨在考量 一定會去想說 到底提名這個人 對我們有沒有幫助嗎 當然我想不是只有這個陸配行不行 我們對於所有的外配 我們都有一定 當時我們就提名了林立禪 來協助這些外配所有的工作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還是必須要提醒大家 我認為這個參政權 就是與生俱來的 而且他也藉由正式合法的管道 成為我們國籍 這個中華民國國籍這個國民 甚至他有公民 他有這樣一個參政權 那如果你對他有疑慮 那如果是因為有疑慮 那把這疑慮講出來 那如果你在這個疑慮 還沒有釐清之前 波動他的參政權 我說真的 這個對他也不公平 這也違反普世價值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分成兩個層次 第一個國家安全的層次 第二他的一個參政權的層次 但回到民眾黨 我也認為說民眾黨 但還是希望可以 因為他們這區域有提名十一席 那他們還是主要放在 這個不分區的部分 所以我想可能也誠如 柯文哲主席所講的 他認為整個陸配的影響力 可能在臺灣可能有一百萬票左右 他也是希望藉由 這樣的一個提名方式 可以得到這些陸配的一個支持 但是我想不要說陸配 其實以我自己接觸 很多的陸配 甚至外配 其實對現在執政黨的這個信賴度也不低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因為這樣子 就把它打成什麼 我覺得對執政黨也未必是好事 因為我想畢竟執政黨這幾年 也對很多外配做了很多很好的一些措施 工作政策等等 包含各縣市政府都有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只要忠誠考核 認為他沒有問題 我認為應該給人家有的權利 就要給人家權利 來 這個人家柯文哲 這個看起來就是要挖這個國民黨票 算計成福很深 韋傑你還想像你單純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 因為現在藍白說什麼 要拚國會席次最大化 問題是有些區 剛才議員有講 大概有十一個區是民眾黨有提名的 那兩個黨都有同時提名的話 到底誰要退 現在聽起來民眾黨沒有人要退 如果沒有人要退 那昨天的這個政黨協商 就是有談等於沒談嗎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